我们现在来介绍相关变率的问题 那我们来想一想 相关变率在解题的过程之中 都跟什么有关呢 都跟时间有关系 那么在做题目之前 一定要先建立模型 我们的方程式 那现在我们来看看是双变数的状况 会不会比较难呢 来告诉各位同学不会 来我们来看看这个情况 有一个圆柱 圆柱的话半径是R 然后这是一个柱子 柱子的话半径是每分钟 是三英寸的速度增加 它会越来越宽 但是高的话是H 是每分钟以两英寸的速度缩小 我们来看一下 这样子 它这个越来越宽 这边压下来 来我们的话按照它的变化 看看什么状况 是这样子状况 好我们把它拿掉 现在我们当R等于4 H是5的时候 容积对时间的变化率是多少 首先这个题目跟容积有关 又跟R有关 又跟H有关 来我们来把这个方程式先写出来 容积叫做V V怎么写呢 它是底面积 πR平方乘上H 好 现在的话容积是跟R跟H 这是双变数 R跟H之间是一个独立的变数 现在我们把相关的资料写出来 每分钟R的话的变率是3 所以我们这边的话的把资料写出来的话 是DRDT 这是多少呢 是3 再来高 高是H 它是以每分钟两英寸的速度缩小 缩小就用负的 好 现在的话我们要准备来算容积对时间 所以要对它先微分 这是双变数函数 首先怎么做呢 先用全微分做一次 DV是等于 PartialV Partial 这个第一个 第一个是R 就是DR 再加上 PartialV PartialH DH 好 现在的话我们全部对它除以一个DT 现在我们就可以知道DV DT是等于多少呢 现在我们来先算一下这个数字 这个 这个片尾是多少呢 对R来片尾的话 就是2PiR PiR DR DT 再加上 现在对H 现在对H来片尾就是PiR平方DH DT 现在 现在 现在我们再继继续算下去 这个地方我们来看一下 当R是多少 4H是5的时候 那我们我们就令R是4H是5 2Pi乘上4 再乘上5 再乘上5 再乘上几呢 这个 这个是题目告诉我们的 这个是它的半径的变化率是多少呢 是3 这边PiR平方 这是16 这边是 它在缩减 负2 我们就可以把它算出来了 这边是20 这边是60 这边是120 120Pi 这边是减掉 32Pi 所以是 88Pi 那么我们解了这个题目 我们可以知道 容积对时间的变化率 这就是 这就是我们的答案 那么我们回忆一下 我们回顾一下 这个种题目的做法 首先第一步 先把权为分 先列出来 第二步 把它的相关资料 全部都带进去 答案就算出来了 那么这种题目 其实并不算很困难 我们回顾一下 的